在这种悲惨的日子 当我们在习惯了生命和仇恨 被俄罗斯断断 我愿意向大家 观察一分钟的阻止 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会议上 乌克拉外交部长请求在场官员 为乌尔战争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聂班纪亚 立刻举起手 还用手中的笔敲敲桌面 要求也要为所有罹难者进行默哀 联合国再次成为乌尔战争的角力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在安理会上说重话 力挺乌克兰的美国更宣布 再对俄国祭出制裁 包括对俄国政府首长 州长 以及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区域的 个人与尸体实施制裁 以及为了增加俄国的战争成本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对俄国各类商品加征关税 大部分金属与金属产品关税提高到70% 其他俄罗斯产品关税提高到35% 而在今年的G7轮值主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号召下 G7在24号也召开线上会议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将追加对俄国进行经济制裁 包括将要求第三国停止对俄国提供物资上的支援 欧盟也宣布成员国在经过最后一刻谈判后 同意向俄国实施第十轮制裁 包括加强出口限制和科技管控 并且表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换句话 您准备到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